奥特曼 传奇英雄2 这个游戏已经出半个月 如果有经常看这类视频的大伙 应该在手段上有刷到什么奥特曼又无限连 什么T10角色T800什么的 但你很少能看到有人出个视频讲 这个怪兽无限连 这个怪兽超级赖皮 甚至还有究极赖皮的雷冲五线 拿什么闪耀底下 听了吗 为什么没有雷冲一万 那火焰各战呢 我们怪兽玩家难道就没有超赖皮怪兽吗 被怪兽玩家推向神台的绿卡 40元怪兽不如的也就打个初剑杀 在现在大伙兜兆怎么应对的情况下 玩的就是少了人家五六个技能的废物怪兽 但有这么一只怪兽 是咱们怪兽玩家现在的救命稻草 最后的希望 他就是高贵的黑龙大人 基尔巴里斯 作为传说卡里唯一的一只怪兽 他承载着我们怪兽玩家的全部希望 但很多人却说黑龙只是个什么T4T3 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们高贵的黑龙玩家吗 没错我160从保底出黑龙了 后面还出了一个折塔的刀架子形态 但我不是很会玩 所以我现在是高贵的黑龙玩家 必须来核自然那些奥特曼 所以大伙如果想看我继续玩 这个奥特曼传奇英雄2 三连核架过2万继续更新 黑龙的技能非常好理解 一技能冲撞放完之后 还可以放个子技能闪电 这冲撞没霸体也能很快 闪电可以电倒在地上的人 二技能是一瞬间霸体加发导弹 这玩意也可以打倒在地上的人 而且可以在人家A你的时候 疯狂点这个二技能也有概率放出来 奥义还是霸体发导弹 同样能打倒在地上的人非常的有操作 两个鸡蛋机都带霸体 一个是全程霸体但放完有硬质 一个是瞬间霸体但多多大伤害 然后黑龙有个负面效果 就是放技能放多了会红温 到红温撞来一下平A能打超多血 不过也只能平A了 玩事呢这几天有非常多的观众 一直吵着要跟我打PK 我和各式各样能PK了 练了好几天黑龙大人 而就在前两天凌晨3点 我们去的版2 也就是叮当猫喊我来玩奥特曼2v2 我军事这些还有2v2嘛 结果发现是打好像是 磕了30万的板一鬼叔 和板四痘痘结 哥们打得过吗 还怎么拿出权力 拿出权力打我三要低价 老规则如下 我和痘痘对战林虎和这个老猫 一共打三局 如果说我赢了叮当猫 痘痘输给了林虎 那我和林虎再决一轮 如果说我们都赢了就直接赢 然后胜者得败着刷一个水平头 你们觉得如何 可以来吧 但实际上呢 我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那伙没进云 我一来 我以为是来到什么古罗马周地产 我也不知道故意忍 我让叮当猫拉我进云 他就一一一一一一 你一一你倒是拉我进来啊 玩色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上去打 还是看戏的时候 游戏开了 一把叮当猫大战逗逗解 叮当猫就知道三个技能来回的 也直接给了爆了 玩色轮到我了 我打鬼叔真的假的 但我相信我的黑龙 鬼叔第一个上场是布莱泽的法兰多装甲 是最新的角色我还没打过呢 但按照乐坛的尿性 新角色绝对猛到炸裂 所以开局赶紧后车加防御 这啥招啊 是无敌加扔火焰剑 诶 中击没中 赶紧一个电子炮接着中击 给霸击大喊住了 这个霸击是疯马里有情记 那会赶紧叫加古拉里有情记了 他叫爆气了 我们闻一手布交 先防御再扔导弹 这个导弹其实有个很赖的点 就是可以在扔导弹的同时中击 很难躲开 诶 这躲开了 给中击到了 没事爆气一下 然后直接开始追的A 等下一波导弹就好了 诶 这波应该是想抓我皮 剑锡没抓到给我连了套 本来是那里挺有的 但这游戏角落派里有问题 把人积远了 这A没接散 要赶紧防御了 大人太成了 好了这是被 黑龙大人的护火套 撤 跟着眼撤退 别吓 黑龙大人 黑龙大人护火套了 天呐 我好弄 我好弄啊 我这个弄 下一个是英雄奥特曼 打银号开具用电子炮 能打断银号的这个突刺 故叫抱歉 诶 给拖累机甲冻住了 赶紧跑 然后等导弹 导弹射到了 我也要红瘟了 在黑龙瘟有个很强的地方 是你红瘟的最后一个技能 是还会防备 怎么被格导住了 我还会防备 不能救 不能救 闪药迪迪迪迪早 怎么都不好打 特别是那个林郑起手的 顺背后踹 反应不过来啊 直接就是呼叫暴击和友情技了 倒打好了甩倒蛋 这没打住中机 单纯是失误了 塞尔迪亚这飞天踹的天然是无敌的 所以这炮炮打不下来 赶紧闪开再进出炮中击 所以我直接甩大 这摘迪亚的关系正好抓到我闪臂的硬直了 完事了这冷冻关系我闪太早了 追踪的没闪过去 直接给塞尔迪亚拆脚底下了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无敌的自盘盾在 这次我闪对了 闪开了这冷冻关系 然后开顿突破球 但迪亚的霸体有点残没打出硬直 在护交霸体上有情记之后被我招的机会打下了 接下来我这边呢 还是没进着趋云 叮当猫忘记拉了 我就以为我应该是要守住擂台这样 斗肉姐第一个是折塔的刀架子形态 这个形态霸体非常多 每个技能基本都带很残的霸体 但后腰也残了那天 所以看起电子炮加蓄力等霸体结束开始连招 这游戏的PVP金塔以上基本没什么容错 你只要先被连 你就要加友情记或者是暴戏 对面跟你互交你还是接着被连 接着是闪耀迪迦 我黑龙马上要红光了 直接对波强行换血 我是两倍伤害设计是赚的 然后就开始卡了 不卡了之后我发现我就剩下折塔刀架子形态了 现在是我折塔打黑龙大腾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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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随便创纳平A随便连断吗 一刀直接连死啊 还根本不需要什么卡平A 也不需要按什么顺序放技能 随便连断太轮椅了吧 这就是奥特克金的实力吧 3D玩刚刚死真的直接退了 再开一把 这把打雷欧啊 你别说雷欧卡平A无限连也挺赖 开局线无敌任火箭 啊 直接退了 奥特克金有这么强 又开了一把 又是打3D玩 3D玩很强吗 这么多人玩 不过的确 开局批线手拼不过 老伙伴布莱泽这个1技能的子技能不能让用 会给大家打D散就不能连断了 应该是要接2技能的戳地板 不过没关系啊 咱们的友情机还没交呢 有方法霸体 直接连到死 第二个打格力渣 你别说 格力渣可以在被连的时候闪躲还挺猛 总是断我连他反倒我一套 但可惜 正义的言论是不会输给BB的妖头晃到怪的 直接连死 赛罗啊 赛罗更没机会了 虽然血不多 但是友情机和暴戏交完就可以一跳连死了 没事儿 打到边境又出bug了 会看到你体验没连起来 怎么说 怎么不动了 退了 哎呀 那没办法了 只能被一双三龙 卧槽 你他妈呀 怎么还能连下来的 那就由我正义又高贵的黑龙大人来试试你吧 随便连起一下就送走的 有点逆间了这个野人心形态 感觉如果说是这样玩的话 太没意思了 天天玩奈提客戟角色 要不这样 下期视频我们回归初心去玩那些紫卡或者蓝卡绿卡这样 给大伙看这游戏低品质怪兽的强度好吧 反正商链合起来过两万就继续更新 那猛想在日本视频球内玩儿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3关注 使用更多搞笑的图片 那这样吧 我是李虎我们 下期见 诘彙 OK 那么 那么 那么